我這輩子第一次坐警車 警笛聲響起從機場出發 眼睜睜看著泰國警察全程護送 沿途暢行無阻 中國網紅自拍影片揭露 中國遊客只要支付大約台幣6500塊 不只能讓泰國警察給你接機 還能讓警車開到護送 這段影片引發泰國民眾一片嘩然 下了車還和警察自拍留念 中國網紅大戰原本三小時的路程 變成一小時 但大肆炫耀的舉動引發泰國警戒震怒 怒斥這是泰國警察之耻 更下令調查此事 不少泰國網友看完視頻忍不住道 為了錢而去奉承他們 真的感覺太丟人了 不只警察覺得丟人 泰國網友們更群情激憤 痛批警察沒有尊嚴 而這名惹禍上身的網紅 也嚇得趕緊下架影片 連夜出境逃離泰國 雖說中國一解封就鬧出大事 但泰國旅遊業者坦言 還是希望中國旅客盡快回流 北京當局20號宣布 2月6號起試點恢復出國旅遊團的相關業務 而且即日起也可進行宣傳活動 試點國家雖然多達20國 但搜索量最高的以泰國 印尼 新加坡和柬埔寨等 東南亞國家為主 團體旅行的諮詢量相較過去三年 更是上漲超過10倍 如今疫情已經關不住中國旅客 各國也只能做好準備 斬幣歡迎 這新聞李梅杰 戴佑任報導 立刻下載禁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 我本身刺了 我就買了 你還是要 ju面對 我本身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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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是要去 我本身刺民 所以就